決斷就底 直球對決 歡迎收看決戰關鍵 我是張道合 20年前有一部災難的大片 叫做明天過後 那時候我看我想說 20年後不可能會發生這個事情 這應該只是一個 嚇唬人的災難片吧 沒有想到 當時20年前這個災難片 你可以看到 當時一大堆人都已經跑走了 一大堆人都在水深火熱當中 一大堆人都會看到了 包括有龍捲風 包括有冰雹 包括有閃電 包括有豪雨 全部人都被迫離了家園 現在20年後 就出現在大陸的廣東 你看看這些畫面 這不就是冰雹嗎 而且這個冰雹 竟然比一個拳頭還要大 現在除了冰雹之外 還有龍捲風 這個龍捲風還被人家形容 叫做火龍捲 肆虐著廣東 現在廣東這96個小時 根本跟人間煉獄沒有兩樣 是不是跟世界末日沒兩樣 那只是一天嗎 現在氣象專家 氣象當局都說 這不單單只有一天 未來會常常發生 而未來常常發生的情況之下 現在全球都要面對全球的氣象大戰了嗎 好 現在就要今天特別來賓 第一位 台灣系列員黃靖平 趙老大明安 資深媒體人張忠博 趙老龜樂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趙老大好 資深媒體人陳玲玲 趙老大 大家好 好 忠博哥 我剛剛有提到一件事情 20年前我看了一部片 叫做明天過後 中國到後叫做後天 對 那時候要被大家笑 現在笑不出來了 為什麼 電影畫面竟然現在 竟然活生生的 直接搬到了我們現實的生活帳 就在我們對岸啊 廣東昨天 我那時候看的畫面我快嚇死了 第一個 我看到了龍捲風 第二個 我看到了冰雹 這冰雹 竟然比人的手還大 是 少和 昨天我們才在講說 世人正位是天災驚恐72小時 沒想到今天變得96小時了 為什麼呢 因為就在我們今天一整天 都接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訊息 首先 先來看看中國大陸的廣州 廣州竟然出現龍捲風啊 你要知道對很多廣州人來講 說我這輩子都沒有見過龍捲風 沒想到一件見到這麼大的 你說在美國有龍捲風 我相信這是在廣州 這麼大 你現在看到的是 人家近距離拍攝這龍捲風 這個龍捲風在鍾若潭 它在廣州白銀區的鍾若潭鎮 所以又叫鍾若潭龍捲風 你看這龍捲風它有一個特性 第一個它很大 它的半徑 它的直徑都很大 你知道它很多人看到的時候 發現這個龍捲風 它的風速大概每秒有20公尺 所以它這樣子吹吹吹 最後它最後吹的直徑距離 長達有一公里 而且你去看它的風速 它雖然是這個 每秒有20公尺 換轉的時速大約有差不多 70公里左右 是屬於龍捲風 在中國分市集裡頭的第三集 叫強龍捲 可是它的速度有點慢 你速度慢就很恐怖 你等於是在那裡一直捲 所到之處全部肆虐 來 我先來給大家看一個 有一個駕駛 他當時正在開高速公路 我先說 他有太太這輩子 都沒看過龍捲風 這是什麼 突然他先生說 太太你看前面 那是什麼 那個黑烟的好像 來自地獄的惡魔一樣 那是一個黑什麼 黑烟嗎 他還是後來才知道是龍捲風 對 好 結果他太太人就說 等一下 他就跟他先生講 你有沒有看到他打到旁邊的 那個是什麼 原來是龍捲風 他捲起的殘骸 去打到了高壓電塔 所以形成了第一道的火花 後來他們以為這樣已經夠震撼了 沒想到第二道 太太尖叫第三聲 第三道 先生尖叫第四聲 第四道 四道的火光 雷光 白光 電光 全部變成火龍捲融合起來了 所以你去看到 當時開在高速公路上的這位駕駛 這輩子沒見過 突然一次就見到了這麼大 我講三級龍捲風 對 好 另外還有一個 龍捲風所襲擊 我剛才不是說 就是中若潭鎮的好幾個村嗎 好幾個畫面都好慘喔 所以這跟平地沒兩樣 就像被戰火襲擊後一樣的慘 來 你看喔 這些村如果今天你是用鋼筋水泥 蓋的房子都還好 可是你知道他們有時候會有頂樓加蓋 或者是廠房會有鐵皮屋 只要是用鐵皮的 或者是頂樓加蓋的 全部微信免屋頂都被吹掉 你去看那個水塔 那水塔我目測 那不鏽鋼至少兩頓重 整個像是被砲彈打過一樣 對 那你一定會很好奇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白布 對不對 我告訴你那是因為那邊有個紡織廠 那個紡織廠鋸車間的女工獎 他說他當時正在車間 就因為下午三點發生嘛 龍捲風一吹過來 他說屋頂不見了 屋頂不見了 屋頂不見之後龍捲風整個灌進來 把整個車間一攪 他說要不是其他的工人 立馬一把把他給扶走 他說他早就被龍捲風捲上天了 你有沒有發現救難員在搶救的時候 雷雨還在下 你聽 你聽那個雷雨聲 砰這樣 他們是在雷雨當中 在閃電當中 必須冒著生命危險 所以產生了一股動能 那這種對流旺盛 就會下冰雹 是 你說剩的是不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布 應該叫屋漏偏逢大冰雹 而且我常常說 如果今天冰雹乒乓球的大小 其實就夠致命囉 砸到人不得了囉 我沒辦法想像的是 大陸的廣東這次冰雹 嚇死人了 他們說跟壘球一樣大 跟壘球一樣大 有人甚至說跟拳頭一樣大 我們把鏡頭移到廣州的另外一個地方 叫做真城 在真城的這個地方 他發現那個冰雹嚇下來的時候 一開始就像你講的只是乒乓球大小而已 所以他們認為頂多就是可能砸到會痛啊 或是砸到這個車子啊 可能擋風玻璃破了洞啊 結果後來他們說 拍攝者自己在講 哎呦怎麼那麼大怎麼那麼大 越來越大 嚇出變成是壘球 變成是棒球的大小 那所打到的東西 全部都被打穿洞 你看喔 嚇在河裡面那個聲音 照到你是不是經過了水會減壓 會降低它的速度 沒想到那個聲音可以打到 砰砰砰砰這樣子 然後你看 所有的這些房子還是一樣 如果你是木造的 如果你是那種很能鑽造的 這些房子都盡不盡打 我帶他去看喔 在河邊有人在釣魚 他根本不曉得 他怎麼還敢掉啊 沒有 你不能這樣講 他不曉得冰雹會來啊 雖然豪宇 但豪宇已經一個多月 他已經習慣了 就沒想到他只能撐傘 他那把傘滿勇的 他把那個強力板 就是這個 你看到沒 這屋頂是強力板做的 我以為這是一個特色 這都是被冰雹打的 沒有 滿天星啦 好 那這強力板 怎麼會被打成這樣 你以為它很脆弱 有工人就把它拿下來 他用磚頭 從好幾公尺往下砸 沒破 他在用鐵錘用力的 咣咣咣 沒破 冰雹怎麼一砸就破 因為重力加速度 加上他的大小 講到大小 趙和 我剛剛那樣形容 你可能頂多覺得 哇 我現在要你瞠目解蛇 你看 天哪 你說不出話了 是不是 手這樣握腳 還有這麼多 很多人常會講說 真有這麼誇張嗎 但是呢 中國大陸的網友 以前你們可能覺得 他在抖音要刷存在 刷眼球 他就拿出來 就真的這麼大 這次已經超越棒球壘球 已經是跟拳頭一樣大 這是殺人冰雹的嗎 對 不過 我也必須講 在這場災難當中 舊男人都很辛苦 災民也很辛苦 要重建 不要在這時候刷存在 你看有人就說 哎呦 我被冰雹砸到了 你看我的臉總成這樣 第一個 這個女的臉總成這樣 你還笑成這樣拍 你是什麼意思 第二個 你這也太假了吧 他還微笑 而且還沒言過 這個怎麼那麼巧 就剛好在這個地方 對 而且人家就說 這個批的也太假 好 那不管真真假假假 但災難是真 我們把鏡頭拿到 中國大陸 最近福建廣東 那在廣州的部分 你知道他們講 尤其是珠江流域 已經下到了 775.7毫米的雨量 就短短這一個月 是長年同期的九倍 九倍 是不是破時尚紀錄 好 那你知道 廣州有一個地標 叫廣州塔 有人就募集 就說那個閃電 擊中它 擊中一次 被民眾募集 被民眾拍攝到 他們就尖叫 哇 怎麼會擊中到 不過這有這種防雷防電射 是不用怕的 但沒想到 一小時連擊六次 六連邊 對 六連邊 他們就說 這是一種意象嗎 這是一種提示嗎 難道這是一種警告嗎 這也難怪現在大陸想說 我們是活在一個 世界末日當中嗎 這六連邊 難道就是一種警告嗎 好 那 東非 東非在非洲的東邊 就是肯亞國家 我們來看 肯亞國家要乾旱嘛 所以 野生物死亡 或者是人類饑荒 都是因為乾旱 不對啊 我才講乾旱 怎麼馬上有這麼反差的畫面 因為東非不降雨則雨 肯亞不降雨 肯亞不降雨 一降雨 從三月降到現在 沒有停 這畫面全淹了耶 東非的肯亞民眾 絕對沒想到 自己會成為一個水鄉澤國 你看喔 他現在全部的人 有數十萬人流離失所 最恐怖的就是洪水 會把車子整個衝走 我們來看 有個非常精神的畫面 就是有一台這個 中型巴士 就是這一台嘛 對 他當時呢 載滿了人 你看 因為 因為國家比較貧窮 所以很多人都站著了 就整個車 他沒有辦法控制了 他快過了 沒有 他不行 因為水流的速度 大於他引擎的動力 整個就被衝走 車上的人 全部被捲入滾滾洪水 十幾個人 最後失蹤 我們就把鏡頭 帶到奈吉利亞去 結果發現 這個監獄 既然有人因為 洪水 雨水 把整個牆壁給衝壞了 裡面的數行人就趁機逃了 就趁機逃了 逃了一百多人 監獄難免 我們大家都會想說 監獄要防止邊後 應該是最堅固 最好的 最高的 沒想到這個洪水一來 連監獄也沒有辦法擋住 人就這樣順著慢慢走掉了 我認同昭和說的 但是你可能沒想到 他還有比這些牆壁更強的 就是暴雨與洪水 目前只追回十人 好 印度夠熱嘛 對不對 但印度熱道竟然發生了 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 有一個印度的女主播 她正在爆 現在全球熱浪席卷 暴雨成災 抱著抱著 她昏倒了 怎麼回事 難道真的是有什麼 奇怪的連結 不用想了那麼多 她就是中暑而已 但這不是很諷刺嗎 你正在爆熱浪 為何你會中暑 因為她攝影棚 竟然沒有開冷氣 不小心知道 捷運能源還是忘了開 你有沒有發現 不管是聖音的現象 不管是極端氣候 現在真如你所說 這驚崩動魄的96小時 就是明天過後啊 嗯 沒錯 我們剛剛常常講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們的AI 能夠更好的話 未來我們可不可以 預測一些氣象的發展 尤其AI在未來的時候 絕對是重中之重 竟品 我們講 AI 無人機 機器人 就是未來的趨勢 不管你做任何事情都會趨勢 但是我們要提到的是軍事 在軍事上面 我們過去都講 一二戰的時候 這一世紀的時候 最強的是什麼 是坦克 加人員 包括在這個一二戰的時候 閃電戰的時候 是坦克加人員 這樣一路攻下去 但現在 他們遇到瓶頸了 史上最強的坦克 地表最強的坦克 竟然在烏二戰場 踢到鐵板了 沒錯 趙和 你看這個坦克 在過去一百年來 從一戰問世到二戰的時候 你看這個德國的 沙漠之湖 龍梅爾 那時候坦克大決戰 對不對 對 多麼威風啊 好 到美軍這個上個世紀 80年代到90年代 兩次波斯灣戰爭 沙漠風暴行動 打的這個全世界陸軍 第四大的伊拉克 當時也是坦克裝甲 長驅直入 是不是 沒人擋得住啊 也是軍事先鋒 所以坦克說到 他就是戰場的 自霸的霸主 他就是在戰場上打前鋒的 幾乎就是地表最強的 可是到了這個兩年前 俄羅斯突然入侵這個烏克蘭 他俄羅斯最強的坦克 都被全世界開始笑 你俄羅斯的坦克 不過如此而已嘛 什麼T72 T74 訓爆了 T80怎麼樣 訓爆了啦 結果沒想到 風水輪流轉 最近其實應該說去年下半年 去年底 美國加大給烏克蘭的軍援之後 也給烏克蘭一直想要得到 哲羅斯基一直需要 他一直希望得到 那個美軍最強的 地表最強的坦克之稱的 艾布蘭坦克 M1A1 我們台灣也有買 我們台灣買的是最新型改良的 M1A2T 那好 烏克蘭得到M1A1呢 去年底開始 11月12月派他是個上俄烏戰場 結果沒想到 戰損一輛兩輛 到今年 現在2024年了 這個4月中 快要4月底了 結果沒想到 美軍給了烏克蘭31輛 M1A1艾布蘭坦克 現在已經戰損5輛 剩下26輛了 欸不對你剛剛說 他是 這個陸戰之王 而且你又擁有 美國最強的坦克 你殺進去 無路無人之境啊 為什麼會損失那麼多 西方國家跟 這個烏克蘭的總統 哲羅斯基 也是這樣認為啊 你這個坦克應該最強 你的炮火又猛 尤其A1A1 你速度也不差 然後你的火力又這麼強 防務力又這麼夠 怎麼會上了烏克蘭戰場 31輛你已經被 這個擊毀了這個5輛 等於損失了6分之1 逼得烏克蘭的軍方高層啊 趕快撤回 不要用了 不要用了 不要部署在這個 俄烏的這個邊境 不要放在最前線 先撤回來就對了 你剛剛問了一個問題說 M1A1不是最強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跟大家講 現在的戰爭啊 不像以前 大炮一響 黃金萬兩 這麼貴的坦克派出去啊 現在你碰到無人機啊 你就準備遭殃了啊 他是坦克殺手無人機 沒錯 無人機現在主宰了俄羅斯 跟烏克蘭的這個戰場 對 這個M1A1最強的地表神話 難道破滅了嗎 因為他上了戰場 既然也被俄羅斯的無人機 FPV FPV就是那種自殺式的 這個攻擊的穿越機 對 他用AI控制之後 他無人機他直接到那邊 然後直接 他了不起 就直接墜毀在你坦克的這個上面 那坦克最上面 他的砲塔的這個 就是我們在講俗稱天靈蓋 就是他最墜落的地方 所以他是用一個極小的一個成本 無人機 去打極高的成本 CP值最高的方式來進去打極 沒錯 就像之前我們在講 烏克蘭的無人機一架 兩百塊美金 兩百塊美金 兩百塊美金了不起好了 兩千塊美金 那可是你對上這個艾布蘭坦克 一輛都要八九百萬到一千萬美金的單位成本 兩百塊對到這個一千萬 你說誰損失大 你損失一輛他可以做好多台無人機 所以無人機 而且烏克蘭的高層就講說 你現在在烏克蘭的這個戰場上 開著戰車上去 你很難找到一個很能夠空曠的地方 你又不用這個怕被查 這個無人機偵查查覺 然後或者是被這個無人機 直接給這個自殺攻擊擊毀了很難 所以現在才講說 那俄羅斯他也靠這個無人機 去攻擊這個烏克蘭的這個坦克 結果沒想到兩邊俄烏都用無人機 接下來你看到俄軍 光是在烏克蘭的戰場上 他就損失了高達三千輛的這個坦克 在哈爾克福的這個地方 幾乎很多的這個坦克墳場 一輛一輛當然很多人 這個真的是太好笑 他上面綠率是什麼 都是青草青苔 青草青苔啊 根本沒有用 根本沒有辦法用了 當然啦有人說 如果你有管道的話 趕快去那邊做爭議 可以發大財 的確他可以切割開 可是坦克並不是整個都是金屬 黃金貴金屬啊 你要有高級的機器 你要有專業的設備 如果你有管道 再加上你有熟門熟路 可以打通俄羅斯跟烏克蘭高層 你倒是可以做成這一筆生意 把這些坦克帶回去做貝鐵 一輛也好幾萬美金 但不管怎麼樣 剛剛我們講說 因為軍事裝備不再像以前一樣 整個大炮打起來 這個炮彈都是上萬兩的黃金白銀 現在都講成本要很小 然後划算低廉的這個效益要很高 比如說啦 之前我們看到的這個 以色列 跟這個伊朗對打的時候 以色列的這個防空系統 鐵窮 它是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防護效果 對 它是很威啊 它很威啊 它現在把這個伊朗給攔下來了 但是呢 你要知道以色列 那一個晚上花了多少錢 412億美金啊 一個晚上 一個晚上這樣412 那伊朗據說是以色列的十分之一 伊朗就算是發射它的這個導彈好了 扣掉導彈的話 如果只有無人機的話 它的成本更小啊 所以以色列現在 它現在坦克準備開進這個拉法 要去攻加薩走南端 它的坦克大軍要集結 勢必要小 消滅這個 這個哈馬斯的這個 它的一個整個組織 對 但坦克大集結 準備進攻拉法的時候 不免為什麼它敢這樣做 因為我們剛剛講坦克現在要這樣的冒險 照進的話 他們怕無人機啊 那是因為 哈馬斯沒有那麼強啦 沒有無人機啦 沒有那麼多無人機 他不是伊朗 如果今天以色列面對的是伊朗的話 你看他敢不敢去 就算他在北邊 他面對黎巴仁真主黨 他不斷地去空襲真主黨 真主黨也是會有無人機跟他的這個導彈 以色列會怕喔 但是面對他加薩走南南方的這個拉法 他要開進坦克大軍的時候 他完全不怕 就是因為他吃定對方沒有這個無人機去保護他 所以當你無人機碰上了這個坦克大決戰的這個部隊的時候 無人機跟AI在現代的這個戰場上已經去新型態 但無人機有他的死卻喔 為什麼 因為跟大家說無人機 現在不是在講說要靠那些衛星嗎 還有他的一個這個遙控嗎 對 我們台灣最近發生一個事情在4月12號的時候 台灣一個大廠群光 被這個駭客入侵了 駭客入侵了之後呢 他就準備在網路上公佈他的這個群光的這個公司高級的這個機密 他也是一步一步公開喔 慢慢勒索喔 而且竊取了他1.2TB的這個資料 然後後來發現說不只群光的這個機密被洩 還有連SpaceX 馬斯克的他的一個星鏈 他的他很端的這個他的網路兩端 他的這個另外一個制服器的資料 全部也都被竊取 他有個神秘的資料夾就寫著SpaceX 對 而且上面還有寫Starlink星鏈 所以你就看連星鏈的資料 連SpaceX的資料都能被駭客入侵 然後竊取的話 那無人機現在發展成兩個極端 你要嘛就是運用的很好 導致這些重武器啊 很貴重的武器 你可能在戰場上已經變成無用武之地 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無人機就像這樣被駭客入侵的話 有可能他可以掌握你這個無人機群 變成讓他失效 全部都掉下來 不能正常的使用 要嘛就是本來是來攻擊我的 我本來駭客入侵之後呢 變成唯窩所用反過頭來回頭去攻擊你 然後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我現在派了100台 我現在又來打你 你這駭客駭到我裡面來 這100台變成來打我的 反過頭打你看你怎麼防護 你怎麼辦 變成椅子之矛公子之盾 變成那無人機就被我徵收 我只要駭客入侵就好啦 所以現在才講說 以後的戰爭 是不是除了無人機主宰戰場 還要加上AI 那當然電腦越強的 是不是就越有力呢 沒錯我們剛剛提到兩個關鍵 第一個是AI 第二個叫做無人機 第三個我剛剛提到了 吸氣人 剛剛談到 無人機已經出現在惡物的戰場了 現在你不斷把士兵 拍上去 大家覺得你幹嘛 在浪費這個人力了 所以大家想說 那會不會有戰爭機器人 有戰爭機器人之後 是不是我們可以 減少非常多的損傷 而現在機器人 好像有些突破性的發展 包括中國 包括了美國 甚至馬斯克也說 我的特斯拉 我先還還好了 我先把我的機器人給做好 這是未來的趨勢嗎 任俊哥 事實上我們現在很多人 對於機器人的概念 可能還停留在 那個所謂工廠有沒有 生產作業上面的 那個機器手臂 機器手臂 那個我們也稱之為叫做機器人 對 或者你講說 我看過那個機器人 會煮面 刀削面的那個 我跟你講 那你真的對機器人的認知 越來越淺薄了 現在已經告訴你講說 機器人機器人 既然是機器人 就要有人的樣子 對 所以你看中國大陸現在告訴說 他們發表一個人型機器人 叫做天工 那你光從這個樣子上面來看 就會覺得 他看起來好像有人的這個頭 身體 還有他的這個四肢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現在這個人走路好生硬 但是他確實好像在爬樓梯耶 我跟你講 事實上他不是真的人 他是一個機器人 你知道喔 這個天工蠻厲害的 我們其實上下樓梯的時候 那個腳步的動作非常 而且你看 現在我還是講說他開始小跑步了 而且你剛剛說走路慢慢走 有什麼了不起 沒有啊 我現在可以小跑步上去 所以他有細節在裡面 他的這個身體 是保持著這個垂直的 而且他的整個的腳步的關節 甚至連包含腳踝的關節 全部都可以靈活的這個運動 所以現在這個中國大陸 他們在北京發佈這個天工的時候 就跟你說你看 我會跑步會上台階 而且我不是慢慢跑而已 我一小小時可以跑六公里 現在已經告訴你 講說我是靠腳走路的機器人 我號稱全球最快 他們是致敬他們的2300里長針嗎 我可以走最遠走最久 搞不好以後他可以走馬拉松 但問題是雖然中國大陸說 這個是全球最快推出的這樣一個人型機器人 但事實上我跟你講 美國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也推出了他們的人型機器人 不是所以中國 他說我是全球最快 我全球最強 殊不知 人家上禮拜美國出來的東西 早就比你先進多了 可能是因為網路管制太多 所以沒有辦法Google一下 可是你說美國推出什麼機器人 你知道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間公司 叫做Posten Dynamics 就是他這個動力通貨公司 他之前就推出了全電動版的 Atlas的這個機器人 那其實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這個機器人看起來也像個人型 而且有點像是星際大戰那種科幻電影裡面 所看到的這個所謂的機器人 但是他的臉的部分 你看他黑色的這個頭型 可是可以360度轉 身體每一個地方都可以360度轉 他比剛剛說的那個靈活多了 當然你玩你現在看起來 他還可以這樣躺著下腰 然後大法師都來了 大法師都可以 因為他的關節可以360度 所以他其實不需要說 像我們人類動作的時候 你要起身我還要這個翻或幹嘛 他全部都不要 而且我現在邊講 大家現在看 他不是穿著一個機器裝的人 他是真正的機器人 而且你看剛剛走樓梯有什麼了不起 我可以從上面跳一下 而且 撤翻 有沒有看到 他接下來可能會湯馬斯迴旋 我可能都不覺得訝異 但問題是 事實上他的第一代的時候 是用抑壓傳動的 對 你知道這一代的機器人是什麼 你知道 全電動 全電動的 扣電池的你知道 以前Posten Dynamics 曾經做過機器狗 他在戰場上使用的 但最大的問題是 後面要飛一個大電池 現在已經不需要了你知道嗎 所以當他用全電動的時候 號稱告訴你 講說我的人型 人型機器人 我的靈是非常厲害 你看看 跑步是不是 我跑步還可以跑斜摸 給你看還可以轉一圈 還不會掉下來 對 這就是厲害了你知道 好問題是 他現在做這些 告訴你說我又強壯又靈活 然後更快速 他要幹嘛你知道 我的目標要超越人類耶 以後我們不會沒工作了吧 這可能我們都需要擔心 可是我們回來看 你一定會覺得說 有機器人 人就是人的樣子 沒有臉 沒有臉 沒有臉部表情 我跟你講 哥倫比亞大學啊 做出了一個EMO的這個機器人 這個機器人就厲害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有臉部了 在畫面上面看到 你笑 不是這畫面也太詭異了吧 那個人笑了一下 機器人馬上就露齒為笑了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臉其實長得有點像 那個機械公敵有沒有 對 那個AI的那個 重點是這樣 你笑他也笑對不對 對 其實沒有不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他比你先笑 蛤是這樣 事實上呢 他們現在號稱說 我這個叫做擬真模仿人類的表情 所以你感覺上 好像你笑的時候 他跟著笑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電腦要必須判讀 所以當他的機器人的眼睛 盯著你的時候 事實上他已經盯著你的臉部肌肉 對 他可以去偵測到你的臉部肌肉 那細微的變化 所以我告訴你 在你笑之前的0.84秒 他就已經覺得你要笑了 他預測你的預測啦 所以為什麼他可以跟你同步的笑 事實上不對啊 他比你先笑 因為他知道了 所以呢 你不懂他的明白 而他懂你的不明白 太奇妙了 就這麼簡單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就回來看了 其實機器人越做越細了 說你看這個 真的好像是電影情節的 我在講機械工頂 真的成功一樣 我告訴你 電影已經走到真實生活裡面去了 所以呢 現在其實以機器人來說 像VIGA這個公司 他們就決定說 我要做一個基建 籌資220億美金 籌資這些錢幹嘛 他說呢 我讓機器人要到生活裡面去 尤其像我們現在很多工作環境 像深海 人都有體力的極限嘛 對 外太空你要穿太空裝對不對 沒有 我這機器人出來之後 要執行不適合人類的危險工作 他們沒有壓力的問題 沒有這個氧 氧氣的相關問題 最簡單的 如果你到那個地下礦坑去 很多人工作一下要休息 機器人派下去是不用休息的啦 除非做到它壞掉而已 可是問題就回來了 如果今天機器人都可以達成這些事情的話 那人類的工作怎麼辦 我們光舉一個 其實在過去機器人的設計發展 其實都以軍事用途為主 為什麼 在戰場上面發動戰爭的時候 事實上戰損非常高 你知道 所以烏克蘭其實在之前也被發現到 他們其實用這個所謂的 車載台的這樣的一個平台 它其實是一個無人控制的 這樣的一個發射器 結果居然被俄羅斯 他們其實還有人用這個什麼無人機 或幹嘛 所以那一場戰爭被稱之為 叫做首次全世界首次第一個 無人機器的大對決 你知道嗎 但問題就回來了 如果你今天什麼都要用這個所謂的 機器人的話 機器人當然可以保護實體人的安全 但問題是有錢的國家才買得起 還貴死了 我剛剛講機械攻擊機械攻擊 你還記得那個畫面有沒有 它那個其實一台飛機載過來 裡面成千上百個機器人 你窮的國家怎麼辦 你現在再看看這個AI 這個機械攻擊的電腦 這個電影像不像我們剛剛看的 那個擬真機器人 很像啊 幾乎一模一樣啊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哇那以後這個所謂的 戰爭機器人這些東西 會不會成為有錢的國家 才能夠負擔得起 但是呢其實也有一些科學界 有些隱憂你知道嗎 因為很簡單嘛 你今天把機器人設計出來之後 如果它維持在傳統 你操作它 其實那個機器人很笨重 所以現在都把機器人結合AI對不對 但問題是如果機器人 有所謂的人工智慧的話 它會不會基於它自己的人工智慧的判斷 AI判斷完了之後 它產生出自己的意識 執行自己的行為 你看在AI的這個 這個比剛剛談的無人機還可怕 無人機可能是駭客駭進去 變成來打擊我 這個AI如果有自己深層的智慧 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到時候會變成跟奧特曼講一樣 AI是很可怕的 你在電影上面看機械公敵 為什麼到後來變成這樣 因為AI判斷就是我要保護人類 保護人類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你知道不要讓你出來 把你全部關在家裡面 你通通都不要出來活動 你就不會有危險 可是這樣對人類是一個好事情嗎 所以我剛剛講 其實事實上AI的發展裡面 在科學界就成為兩極化的思考 最近一出非常紅的韓劇 叫做《淚之女王》 今天完結篇你看了嗎 今天好多人都跟我講說 趙和你今天完結篇一定要看嗎 我沒有看過這部片子 但沒想到我們在場來賓 包括了康仁俊 包括了黃靖平 他們都說他們都是影迷 他們今天都好期待這個劇 林玲姐 這劇到底有什麼魔力 這個《淚之女王》到底在演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們嗎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面有我們的偶像 就來自欣欣的你的都敏俊教授 也就是金秀賢她來主演的 在這戲裡面有真的感動人不得了 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戲呢 主要是講說呢 這個金秀賢在裡面是演個律師 然後呢跟辦公室一個新人 叫金智瑄的小女生 兩個呢變成同事 那金智瑄呢 是一個粗粗茅座的小女生 金秀覺得說 你這都慘了很多人都不會 來我教你 就教這個教的教教 就交出感情來了 可是沒有想到 兩個愛著你農我農的時候 發現金智瑄竟然是集團的繼承人 我才發現你高高在上 對 這個也身分相差太懸殊了嘛 所以金秀賢就拒絕跟她在一起 可是金智瑄的愛著更長期 沒關係 我甚至出動直升機去找你 我就要跟你告白 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結果兩個 哇 真的有情人忠誠劇屬結婚了 但是結了婚以後呢 金秀賢呢 嫁入豪門之後就覺得 欸 怎麼都跟我想像中完全不一樣 那當然呢 因為這部戲呢 描寫到這個豪門世家 這個女強男弱 所以大家影射到說 欸 這個戲 根本就想三星集團的故事嘛 所以你今天前面講到那麼多 大家覺得應該是一個很灌頭的劇情 也難怪有人跟我講說 今天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前一集 那個金秀賢 她被車子撞了一下之後 大家心揪在那裡 想說有沒有結果 有沒有結果之外 為什麼這部戲會這麼吸引人 因為她跟這個三星的故事有關係 跟她的長公主有隱色的關係在 沒有錯 大家知道這長公主李富貞 是這個她前任會場李建勳 非常非常愛的長上明珠大女兒 所以呢 這個當那個李富貞 那時候在一個 就是大家知道說在 因為她非常的疼愛她女兒 所以呢把她自己的保鏢 也就是任幼仔呢 就給了她女兒來保護她女兒 沒想到這東保護西保護 保護了後來兩個人竟然 彈出感情來了 欸 是不是跟你剛剛的親力模一樣嗎 對啊 你是保鏢欸 可是你是一個三星耶 三星富可敵國欸 你是三星集團公主 你們兩個 這天差地太誇張了吧 可是那公主呢 就非常堅決 要嫁給這個保鏢 對 然後呢李富貞甚至不惜絕食來抗議 就說我就是要跟任幼仔在一起 那任幼仔剛開始講說 哇 公主喜歡我 我也會害怕啊 我怎麼敢啊 所以他剛才他是拒絕的 可是呢 看到這個李富貞呢 我這麼真心誠意地愛他 然後呢 這個最後還是好吧 那我也 嫁給三星集團好了這樣 所以大家都很看不起他 踐踏他 所以他心裡呢也心生不滿 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們1999年結的婚嘛 從結婚每兩年 兩個就分居了 理由是什麼呢 理由是因為李富貞就說 這個任幼仔 每天呢就講說 我公司很忙 公司很忙 常常夜不歸營 而且呢 動輒的酗酒 還有呢家暴 最糟糕的家暴 把他打得死去回來 你吃我家的 喝我家的 用我家的 連你現在工作都是我家給你的 你竟然敢打我這個金枝玉葉 那當然呢 這個太太當然生氣啊 當然就翻臉了啊 對 她在懷孕 她有一個兒子嘛 懷孕期間這個任幼仔 老婆懷孕她也沒閒子 她沒閒子在外面 交女朋友啊 對啊 那你想想看 對一個公主來講話 你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我有對你不好 我做錯了吧 然後這公主就主動提出要離婚 然後在此之前呢 因為她爸爸想說 這個女婿喔 我也要好好栽培她一下 這樣好了 我安排你到麻省理工學院 去念書 去念書嘛 不然其他人都看不起你嘛 可是呢 沒想到這個公主還陪著 驸馬也一起去囉 對 那這個李夫人陪任幼仔 去的時候 居然任幼仔念一念講說 老婆 那個英文喔 我實在聽不懂 那他們教的 我也聽不懂 我真的壓力好大 居然還巡短兩次 真的扶不起了 阿董 爛娘 爛你真的上不了台 現在這個人 她今天是吃三星家的 住三星家的 位子也是三星家給的 你要補學歷 你的學歷 什麼之類的 你的學費 我三星家我全部都出給你 沒想到你回國之後 你當上一個位子 位子之後 你不疼我女兒 你還打我女兒 那你現在要離婚 大家來離婚 然後你還要跟我要錢 對 沒有錯 更重要的是 然後呢 最主要是這個公主 後來受不了 說我為你付出這麼多 你也扶不起了阿董 然後給我搞這麼多事情 沒關係 那我跟你提出離婚 沒想到 這個任幼仔很好玩 你要離婚是不是 好啊 反正你們三星 什麼都沒有就是錢嘛 對 窮子只剩下錢嘛 那沒關係啊 我就跟你講 我開口第一庭官司講說 我要10億 台幣10億 10億 對 10億 台幣10億 那開玩笑三星集團 就算公主同意 你要看看人家爸爸 還有其他人同不同意 這官司就開始打說 我們也不是被你無端端的這樣 被你痛賊 我們也不是攀拿對不對 這樣好 這官司左打右打 然後打到後來變3.4億 終於離婚了 那當然啦 在這期間呢 後來又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兩個離婚之後 大家記得前幾年 有一個韓姓叫張子儀 就是這個張子儀 對 非常漂亮 那然後呢 這警方在調查的時候 發現 欸 等一下喔 你這個一年前 你為什麼會跟這個任幼仔 這邊密集了通訊 35通電話 而且警方怎麼追查到的 因為任幼仔很熟 他不敢用自己的名字 去申請電話 他居然用他老婆 李富貞的名義 去申請電話 對 所以呢 警方整整查 那你說李富貞知道 當然知道 這個傢伙這太可惡 我這個是刺激渣男了 真的是離婚離得好啊 你看拿著三星的手機 然後傳簡訊 給這個張子儀 你說這不是人渣是什麼啊 不是渣男是什麼啊 這怎麼跟我剛剛講的 韓劇差那麼多 這戲是戲嘛 現實生活 所以他們講說 他是狗血人生啊對不對 我們剛剛提到 剛剛《類之女王》的韓劇裡面 我看到 男主角好帥 女主角好美 大家現在全名在封什麼 微診型 微診之後 微診真的 微診到出世 我今天看到這個經文我快嚇死了 中國大陸 你說打肉毒 我們找醫生打 你愛美沒問題 抬頭紋 咀嚼肌 沒問題 你現在還有假肉毒 你打出人命來了耶 真的是整道出生病 整道出人命啊 好 這廣東的廣州檢警 他們就查到說 這個有假的 這個我們說 醫美手術的山寨真劑 對 這真劑其實就是 觀眾朋友 我們一起熟悉的 像玻尿酸 然後肉毒感菌素 那你知道他這些 肉毒感菌素 竟然市價高達了 五千多萬 就兩億台幣左右 五千多萬人幣啊 那很多啊 因為現場查獲 就有六萬多盒 流出去還得了 我猜應該有些都流出去了 早就打完了啦 可是你知道這為什麼 他們要這樣去山寨 因為暴力 你知道他平均一瓶 因為我們知道 打肉毒感菌素 是算單位的 對 他一瓶 十塊人民幣 折台幣才四十幾塊 可是他竟然可以 賣人家幾千塊人民幣 折台幣一萬多塊 數百倍的暴力 四百塊 算一萬多塊 賠錢生意沒人做 殺頭生意有人做啊 你檢警都追上來 要殺頭了 照樣做啊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 因為就是有很多人封微整形 而有的人 看準微整形的市場 他是暴力 所以呢 他可能是密醫 他沒有醫生執照 比方說前陣子 台灣就有週刊去爆料 去年年底的時候 說 聽說在中立 有一個衣媒整形很紅 他還會在整形的時候 開直播 而且很多人去給他割酸眼皮 龍鼻 然後減M唇 豐胸 抽脂 我們一起去 看看到底他有 是 CP值多高 那是醫生嗎 你講了那麼多服務 我聽了都心動 我這樣講完應該聽起來就是醫生嘛 對啊 不是 他是一個越南的 移工 女移工 他還失聯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 這越南女移工 原來他在台灣失聯之後 他竟然說他自己跑回越南去 拜師學育七年 然後呢他就以命醫的型態 就是說他沒有台灣醫生執照 他甚至也沒有越南醫生執照 然後就幫我 剛剛所說的那些病患 做了剛剛我所說的那些事情 然後他還開直播 開直播之後 他竟然後來賺的錢很囂張 他還用直銷那一套 他竟然在直播當中說 真的喔 老娘 日賺三十萬 意思就是說 你看我生意有多好 來吸引你 還露出了數鈔票 當然後來被人家踢爆 當然他的下場就是被抓 這樣的人 你敢去找他為整形嗎 在美國 你知道美國的為整形 為什麼我剛才說會整形 整出人命 為什麼會整形 整出生病 竟然有人整形 整到德艾滋 怎麼會這樣子 原來是因為他去做了 失血鬼美容啊 聽起來很聳動 因為美容其實就是什麼 就PRP啦 就是說你抽自己的血 把這個血拿去分離機 分離 血小板 血漿 只保留血漿 再注入到你要美容的部位 比方說 臉 比如說私密處 比如說受傷的部位 這樣懂了吧 但是一聽 你不覺得這分離過程 這個血漿要放哪 很重要吧 對 再來把血漿注射回去 那個針孔也很重要吧 對 你知道美國CDC抓到 那個維子型醫院 竟然用人家用過的針孔 太噁心了 這個 然後血漿的保存 竟然跟有艾滋病患的放在一起 當然最後就中了三個女孩子 持續做血鬼美容 她只是想變美 誰知道會一輩子染上艾滋 對 那真的是令人不勝唏噓的 還有這位 電風山阿姨 這個其實我內容不用多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很遺憾她已經離開人世 可是問題是 這是一個教訓 你懂嗎 這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 你會發現電風山阿姨 你為什麼會最後她注射自己的臉 已經連維子型醫生都不敢幫她注射 她就乾脆自己注射 而且注射的東西都來路不明 甚至連潤滑油 黑手用的黑油 都哪來用啊 什麼橄欖油 什麼油都用 原因很簡單 因為她已經有強迫 對 也就是說她怎麼照鏡子 都覺得自己好像臉還是不夠豐滿 好 那最近有人就發現 伍天樂在一部電影 掃毒三的宣傳星系上 怎麼臉怪怪的 你說她一次也有動一下 哪裡怪 我問趙和 你知道趙和為什麼人家說你帥嗎 因為你的眉羽有一股浩然之氣 古天樂一樣 對就是這樣 一樣 古天樂也是眉羽有浩然之氣 但最近 被人家發現 她怎麼臉部感覺整個被上提 來 畫面中的左邊 大家記住看 有還是沒有 眼睛的觀眾朋友說有 那有沒有當然自己大家去判斷 他們認為她的眼睛被上提 所以看起來像什麼 三星堆的面具 在這 古天樂是男神 你說她是三星堆 這網友講的 很多讀者還講說 沒有 我覺得像憤怒鳥 因為往上眉毛就會感覺比較憤怒 好 你知道在中國大陸 有一個網紅叫做小基娜 這小基娜她自稱 她說她從13歲就開始微整形 不能啦 你都還沒有未成年 到16歲才3年 她整形了64 她說我要整得像巴比娃娃 她說我要整得像蛇精 巴比娃娃不夠才會變蛇精 我不知道這個畫面大家看的 覺得好還是不好 因為大家自有判斷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狀況是 封唇封到一個封掉 之前不是有梁朝偉一個電影 那個後唇的那個 還有真人版啊 是 這真人版啊 他是整到什麼 他整到自己 27次啊 有的人去洗啊 一輩子都被洗27次 他封唇可以封27次啊 但問題是這些人用的錢是什麼 他用的是家人的錢 或者是可能會去跟人家舉債 比人家說去跟人家借錢 這要衍生很多社會現象 就包括像其實在北韓 也出現很奇怪的社會現象 就是北韓的金正恩家族 竟然也有人開始封整形 不對吧 你金正恩不是對於封韓劇 或者是封南韓文化的人 可能要處於疾行嗎 對 結果你金正恩這樣子自己的 現在開始封南韓整形 結果呢 還整形失敗 金正恩只選舉自己當歐爸 對 這個是北韓脫北的記者去爆料 結果整形失敗 結果那是五個幫金正恩家族整形的那些醫生 五個人 有兩個被槍決 三個被關到獄中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都現在非常的在意 很多現在全國的觀眾朋友都在意 現在也會威脅到藝人上面 接下來下一段節目 林妍要帶我們揭秘的是 哪些藝人在臉上動過手腳 動過魔術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收看決戰的關鍵 林妍姐 我們剛剛提到了微整形 像微整形畏微風潮之後 藝人們當然也會很緊張 之前好幾次都傳說 這個人有整 這個人沒整 這個人怎麼樣 你跑魚兒線跑了這麼久 今天要帶我們大揭秘 誰有動手腳 但沒有說出來 很多 因為這是不能說的秘密 但是眼間的觀眾一看就知道 欸 她變了 比如說 蕭強蕭美媚 對 她是台灣第一美女 大家知道從以前到現在 哇 迷倒了不少的男生女生這樣 真的是大家心目中的夢中情人 但是呢 今年55歲的蕭美媚呢 前一陣子出來的時候 大家看 欸 這 這是 這是蕭強嗎 怎麼跟我們以前認識的蕭美媚不一樣 她是胖了嗎 還是 發福了還是 怎麼了 你看她嘴巴歪歪的 然後臉都腫得一塊塊是怎麼了 大家跟大家講一下 蕭強是非常的愛漂亮 她為了要維持 這個台灣第一美女這個形象 花了很多的時間 甚至呢 她不太愛美 而且呢 她有一次拍戲的時候 她跟朱孝天一起拍戲 然後在戲裡面 她演朱孝天的媽媽 然後呢 那時候朱孝天講說 媽 然後呢 雖然蕭強喊咖 導演不行不行 我不能接受人家叫我媽 那怎麼辦呢 好 只好改台詞 變成朱孝天 面對蕭強就講說 妳那兩個字 我實在叫不出來 因為妳實在太年輕 太漂亮了 就變成這樣 對著可見蕭強 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 對 那再來呢 我就要講講蕭雅軒 大家記得蕭雅軒 在頒獎典的時候 突然 那個英勾鼻 這邊掉下好大一塊 然後大家想 哎呦 嚇死呀 蕭雅軒 什麼時候變成巫婆了 怎麼會這樣呢 蕭雅軒 你怎麼了 你累了嗎 還是你怎麼了 但是呢 蕭雅軒呢 就趕快解釋說 沒有 各位 我絕對沒有醫美 我只是 因為小的時候呢 對 我以前小的時候呢 因為呢 被舅舅呢 鼻子弄傷了 所以歪了一點 我覺得沒有美容 後來 他也在直播 所以大家知道 他有時候這個精神狀況 不是非常的好 也不是很好的時候 他有時候講一講就會 哭啊 或是講一講自己心裡話 最後終於承認說 好啦好啦好啦 我跟大家承認啦 對啦 我有做過醫美啦 所以他是 裡面算是一個 蠻誠實的 我有做過 對 他說他雙眼皮割的 然後呢 這個臉的下巴呢 也都做過 其實你看他這個 剛出道的時候 跟現在差很大嘛 其實我覺得醫美 這也很正常 因為女藝人嘛 就是要靠這個皮肉 來這個 來工作嘛 所以我覺得醫美 也無可厚非 我覺得蕭亞軒的鼻子 真的是好可惜喔 所以他現在真的 也很低調 再來講一個 這個亞洲天后 鄭玉玲 對 他是這個 選美出來的 可是你看喔 以前他在TVB 是當家花旦耶 對啊 然後你看 居然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哇 真的會覺得說 天哪 這位是大嬸 您哪位啊 原來是鄭玉玲 嚇死了 因為他真的也是 要保持自己的美麗 對 所以呢 也是這個 太敬業了 所以醫美一套這樣子 雖然說疑似整形 但是我覺得這三個 真的是 就覺得 怎麼會 為了要維持自己 不計形象 付出的這個犧牲 真的好大好大 那當然 有失敗的 也有成功的例子 我要講講 我覺得她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蔡依林 蔡依林 剛出來的時候 真的是香腸嘴 大餅裂 連很多媒體 甚至歌迷都講說 這個蔡依林 怎麼這麼醜啊 那時候 但是呢 我覺得她真的是 非常進步的業 你看她整個 把自己整理到 你看 從中期到現在 完全就是女神 大家心目中最漂亮的 真的仙女一樣 而且她現在在道路 到處開演唱會 哇那個 外人空想 她自己也講說 哇她這個非常有自信 哇性感美麗 可是大家看看她 以前跟現在 她的香腸嘴怎麼不見 這是一個進化的三倍型 對 然後她不是原本 大餅臉嗎 怎麼突然變成 哇這個下巴這麼小 我也好想知道她為什麼 下次問問她 除了呢 這個蔡依林之外 還有一個 我相信大家一定覺得說 哇厲害 謝金燕 哇姐姐 哇姐姐這個更厲害 這個呢 謝金燕呢 其實小時候 出來的時候是可愛 說真的沒有像現在 這麼樣的漂亮 可愛而已 但是因為出了車禍之後呢 她就覺得說 順便 就把自己給整理了一下 因為她那時候 臉部全毀 但謝金燕非常認真 為什麼 因為她出車禍的時候 不但臉部全毀 她整個要復原 而且呢 她全身的肢體都受到 受到傷害 所以她現在跳舞 其實是很痛的 她要拉扯她的肢體 拉扯她的肌肉 硬跳硬血 跳出姐姐來 你看好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些真的是 很值得讓大家覺得說 哇敬業精神一流 為了敬業 然後呢 可以忍受各樣的這個疼痛 來保持自己的美麗 成為女神 真的是佩服佩服 而且你還剛提到說 裡面藝人裡面 最認真是誰 就是大S 她裡面保養最好 而且她真的是用心 全心全力在她臉上 對 沒錯 而且無所不用其 大家知道 艾美是人的天性 尤其呢 大S也稱為美白教主 大S呢 非常非常在意自己的皮膚 因為防顧她很多 是近距離 她的皮膚 她臉上真的是零瑕疵 零瑕疵喔 一點斑點 一點瑕疵都沒有 真的零瑕疵 我們有沒有看過女明星 皮膚這麼好這麼白的 原來她是有人 然後呢 甚至大S還承認說 有一段時間 她為了讓保持自己的皮膚 更美更白 百里透紅 然後甚至來還吃那個抗凝血劑 抗凝血劑其實是藥物耶 那很多人講說 哇 抗凝血劑你都敢吃啊 為了愛漂亮她什麼都敢 什麼都可以 剛剛提到就是台灣的男藝人 或者是女藝人 在國外也有一個案例喔 國外的案例 有一點傷心 被形容叫做失敗的案例 其實大家最多討論的就是 捍衛戰士2 在捍衛戰士2裡面的每一個明星 他必須要考驗 36年沒出現了 你再出現什麼樣子 我先說阿湯哥 阿湯哥從海衛戰士1 到海衛戰士2 是1986到2022 所以這紀錄過了36年 很多人就看阿湯哥有沒有變 我覺得阿湯哥沒有變 你不要這樣講 阿湯哥36年怎麼都沒變 你以為人家吸血鬼啊 那很多人就講啊 這一定是肉毒加玻尿酸嘛 陳玲玲 玲玲姐 你是資深語句記者 你認為阿湯哥要怎麼樣 維持36年 臉部都不變 還記得裡頭 他的搭檔叫呆頭兒 不是生了一個兒子嗎 對不對 生了一個兒子 那他媽媽當年是誰演的 梅格蘭 梅格蘭 我們坐在這邊三位 誰 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誰不曉 他是1980到2000年 跟朱利亞羅伯茲一樣紅的甜姐兒 他演過什麼 當哈利碰上莎莉 電子情書 還有西雅圖夜未眠 這都是耳熟能詳的片 但 這麼紅的人 朱利亞伯羅斯現在還在啊 阿湯哥前妻尼可基曼也還在啊 他也被人叫做打肉毒啊 為什麼他就不在 就是因為他當時去整形 被人家說整形失敗 一蹶不振 直接好萊塢 直接就不要他了 怎麼會這麼慘啊 一代巨星啊 好其實梅格蘭恩呢 一直都沒有承認自己整形 他只有說 沒有啦 是因為我後來拍頭都是爛片啦 還有我可能沒有辦法社會化啦 還有就是我後來 因為有疑似這個出軌 一直被人家拿出來說 但其實人家覺得 最重要的還是面容 我剛剛還把梅格蘭的照片 拿出來給仁俊看 因為仁俊是他很大的粉絲 非常喜歡他 他說那地址請出我 看一遍哭一遍 因為他是愛情喜劇女王 他一看他剛剛也搖搖頭 說不出話來 沈目結色下巴快掉下來 那後來呢 梅格蘭終於在日前 有曾經接受一個 脫口秀的主持人訪問 他也明說 他說好萊塢就是一個 這麼現實的環境 當你發現自己年華老去 當你發現被人家毒蛇 你可能動過刀 而且還動失敗 而且失敗之後還一蹶不振 很可能好萊塢就再也沒有戲 可以給他拍了 好萊塢 分敗 黑色 週六 週日 決戰關鍵 單面來上線